这个小baby五个月时就写出了自己的名字 两岁时就能照顾自己 三岁时无视自通 打鸡蛋烙饼那时轻轻松松 四岁那年他就看完了家里所有杂志 五岁他开始独自出门 到十个街区外的图书馆读书 而他去读完 他又开始读小说 在这些作者的熏陶下 小马蒂的心智越来越成熟 可在他的世界 却缺少朋友与关 不知不觉马蒂已经六岁半 到了上学的年龄 可从未关心过他的父亲 却认为他才四岁 父亲拉着他来找母亲 而母亲也说他才四岁 没有人在乎他就算了 甚至连哥哥也总是欺负他 马蒂流下眼泪 这一刻他在幻想 可以成为书中爬上龙背的公主 这天父亲让儿子记下 自己没笔销售的利润 然后让他计算总和 可儿子记都没记完 而马蒂却脱口而出 父亲并没有认为他有多聪明 而是批评他看了自己的账单 还顺便教育马蒂 如果一个人坏就要被惩罚 他的意思是要惩罚马蒂 可这句话却让他认为 父母做错事 孩子也能惩罚他呢 一大早马蒂来的父母逛肩 把父亲用的发油换成了表白剂 毫不知情的父亲像往常一样 打理自己的头发 看到母亲的样子 父亲才发现头发变了色 为了让儿子继承自己的黑心二手车垫 他开始传授精灵技巧 如何把一百块的报废车卖到一万块 首先脱落的保险杠硬交斩 往发动机里加剧墨降低噪音 最关键的一步 手电钻条表 以成数层层往下降 而父亲却大言不惨地说 马蒂决定要尝罚父亲 他把强力胶涂在了父亲的帽子上 一家人来到咖啡馆 父亲的帽子怎样都摘不下来 母亲大力除其机 晚上一家人都在看电视 而马蒂却在看书 父亲醒神问他 他愤怒地撕掉马蒂的书 强迫他一起看电视 那些无脑低俗的节目 让父母开怀大笑 而对畅游在文字海洋的马蒂来讲 无疑是踏进了臭水坑里 他把怨恨倾泻在电视上 新买的电视瞬间爆炸 没人意识到 这件事与马蒂有关 父亲成交力但神秘 对方是个十分严厉的校长 他用棍棒教育孩子 一直认为马蒂多余的父亲 决定把他送进这所炼漪学校 得知自己要上学了 马蒂激动地拥断了父亲 把他去被父亲一把推打 第二天马蒂被父亲送到学校 这就是荒郊野岭的一栋破坊子 但他并不在 有同学他就很开心了 然而校长的出现 令他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手拿皮颠身材健顺 走起路来大地都有阵三阵 传说这个校长十分恐怖 上课吃零食会被他扔出窗外 阴森恐怖的禁闭室 一关就是一整天 他静止走向一个小女孩 两个漂亮的麻花辫 成了不能存在的罪过 Shop those off Vivore School Tomorrow or I will come on Butt Butt Did you say butt I'll give you butt Good love It takes the police I think she'll make the fence I'll make a close one No No 好在女孩安全着陆 滑行中还顺便摘了一书仙花 好在老师简和艾可亲 他解开女孩的辫子 介绍新来的马力 然而他美好的外表下 却藏着一个可怕的秘密 简开始提问惩罚口诀 他故意问了一个超男的 13 times 379 4,900 第3 简拿出本子开始计算 结果正是4927 简开心地找到校长 申请让马蒂上高年级的课程 可校长却说她是个讨厌狗 赖皮 厚颜无耻的脚 拒绝让马蒂升级 放学会将马蒂向母亲讲出今天的经历 而她却只顾着打电话 晚上简部请自来 她想和他们谈论马蒂的松明材质 可想而知这一家人 并不在乎女朋友的时候 简无功而返 第二天一大早 校长就举行了一场批斗大会 他把一个男孩叫上台 因为他偷吃了校长的蛋糕 他又对他进行惩罚 而惩罚内容是让他再吃线快 男孩一看这哪是惩罚 开心地把它吃完了 可接下来厨师又送了一整个蛋糕 让他全部吃掉 男孩有些力不从心 校长那是相当满意 直到后面 他实在吃不下去了 马蒂洗身为他加油打气 同学们跟着一起 男孩瞬间来劲了 不仅吃完了所有蛋糕 甚至还要把盘子挺干净 这天上课前 校长刚下车就大骂马蒂父亲卖的破车物 他也因此被校长关了金逼 放学后 简要求马蒂来家里做客 他们路过一间房子 那是校长的家 简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秘密 实际上这个家曾是简 然而他两岁时母亲过失 父亲不得不叫来简的姨妈 但姨妈对他并不好 而五岁时 又害死简的父亲 寄上了这个房子 直到后面简离开镇 一直住在这个温馨的小房子里 他所有的宝贝都留在那个房子 马蒂要帮他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们来到校长家门口 正好他出门了 两人进到房间 简看到父亲曾经的巧克力盒 可自从父亲去世以后 他便再也没吃到过巧克力 理由是 然而校长的车会在搬路 被他硬生生地推了回来 两人来到简的房间 刚要拿回宝贝 却发现校长回来了 他发现家里的巧克力盒 被人动了手不脚 他环顾四周寻找不速之客 楼上的两人兵分两路 校长也追到楼上 眼看他又发现马蒂 简拿起一个牵球发出声音 校长被吸引过去了 可就在这时 马蒂却打开工具 校长立马上车 从二楼一跃而下 直接冲进厨房 但却没有发现人影 他看着窑洞的桌布 缓缓向他靠近 马蒂看着校长的影子瑟瑟发抖 可就在他掀开桌布时却发现 下面什么都没有 原来马蒂撑在了桌子下 简看到马蒂撑不下去了 赶紧开关大门 把校长吸引过来 他折返到厨房 带着马蒂来到早间 逃出了校长的魔罩 父亲在家乱发脾气 马蒂在大声的呵斥中 觉醒了超能力 他不断回想那些 对他不好的人 就这样 马蒂彻底学会了控制超能力 为了帮简拿回宝贝 他再次来到校长家 在外面利用超能力 把简的娃娃拿了回来 紧接着他调整时间 钟声响起 随后挪开沙发 让校长来了个大屁多 窗户大开 黄蜂猛吹 楼上的千球也滚了下来 马蒂更是把简父亲的画像带了下来 放回了他本该存在的地方 钟声不断响起 校长吓得屁股尿力 然而在马蒂离开时 发带却挂在了校长的车上 第二天校长来到教室 给我揪出那个罪魁祸首 就在他把矛头指向马蒂身 他控制粉笔在黑板上 以捡父亲的口味 让校长归还捡的房子和财产 否则他会以牙还养 最后粉笔擦除洞 对校长做出诚犯 同学们上前查看 而校长只是装弩 他起身抓到一个男孩 马蒂见状赶紧打开床 男孩被校长扔出床外 马蒂控制他又飞了后 校长大惊失色要逃离着 却被男孩一把推到了地球椅上 马蒂转动地球椅 让校长天旋地转地飞了出去 校长清醒后又冲现一个女孩 随后他控制所有人事 砸向了恶毒的校长 让他没想到的是 高年级的学生都在等着他 就这样 校长被返出了学校 前班回了自己的房子 马蒂的父母来这里接他 他们要离开这座城市 但马蒂不想和他们一起 想让简领养他 父亲先手续太麻烦 没想到马蒂竟然早就准备了文件 而父母也十分大度地牵了名 马蒂终于找到了幸福的归族 接打关系 简成了新人校长 从此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超能力只是偶尔会用一下 至此全片结束 看似清新有趣的一部电影 背后实则是一段悲伤的故事 只是以孩子的视角讲出来 就变得没那么不堪任务 马蒂的父母不爱他 父亲重男轻友嫌弃他 骂他是拉姐 厚颜无耻 母亲目光短浅 并马蒂也满不在了 校长更是一个阴险的人 他害死了简的父亲 霸占了简的房子 对孩子们更是魔鬼般的存在 但面对这一切 他始终保持自己的善良 与对未来的希望 而觉醒的超能力 实际上只是抗争意识的觉醒 因为这种意识 对孩子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超能力 觉醒后虽然很少会用到 但它一直都在 没有任何解说可以代替影片 好电影 值得你体验完整剧情 我是顾我 期待与你的 下一次相遇